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玉兰 8号的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病例8,0195例 而花莲县则是新增了1,223名的确诊 花莲县政府表示 9号起高中以下的学校 就要正式的恢复实体上课 花莲县8日新增1,223例确诊个案 花莲县府宣布 9日起恢复校园实体课程 并提醒家长孩子上学前务必先做好快筛 快筛阴性才能入校上课 县长徐政卫提到 远居教学至今已三周 师生未到校确诊人数人居高不下 考量让学子学习更完整 也顾及有经济考量家长工作需求 决定恢复校园实体课程 若家长有担忧 仍可让孩子请防疫假在家 我们从明天6月9号开始 我们全县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 那包含高中国中国校以及公私立幼儿园 会恢复实体的课程 从明天6月9号开始 那在这边也要提醒我们的家长 还有我们的孩子 在明天早上的时候 先进行快塞 那快塞的结果是阴性的 我们再返回学校就读 那希望能够共同的维护 我们校园的一个健康跟安全 开始远距教学到现在 已经将近三个礼拜了 那这个大家都没有到校 但是依旧是确诊了 所以我想在这里 第一个这个疫情是依旧还存在 但是我们真的要用正向积极健康的心态的态度 去面对这个疫情 第一个保障到家长的工作权 以及家庭的经济 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个状况下 以及保障到孩子的受教权 回复到实体上课 让孩子能够过一个正常 而且有群体 这个健康的身心态的生活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依旧 希望能够来推动我们的实体教育的部分 那如果呢 如果真的担忧孩子到校 会受会染疫会危险的家长 那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帮孩子请防疫降在家里 我们希望在校园是一个正常授课的状况 让孩子在整个授课过程中 会更加的完整的学习